所以在卡户里面呢,事实上我们再跟你报告一下 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 卡户里面是给使用者端,它使用电脑来做也可以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它手机可能没有办法打这个有点麻烦 所以呢,我们建议你在安排活动的时候,应该用Chrome key 在你的Chrome key加这个功能,这叫QR Code 怎么把网址转QR Code呢? 来,三条线的设定,我们再提一下 接下来点哪里呢,扩充功能 移到哪里,最下面的取得更多扩充 接下来,在这里打QR Code Generate 到这里来,那记得勾选扩充功能 就把应用程式拿掉 那建议各位可以装这个,QuickMarker,这个 这个其实很棒,所以我装起来以后呢 怎么安装,再看一次哦,我再装另外一个 加到Chrome浏览器,再来点新增扩充 就又加一个了,这两个功能是一样的 那使用方法很简单,来我这边再示范一下 譬如说,Yahoo奇摩网站 我想把这个网址转成QR Code 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键,你就看到这两个 那我还是使用这个,点起来 那这个就是Yahoo奇摩的QR Code 所以对于使用者拿手机拿平板 他都不用输入任何网址 这样活动进行才会顺利 这就是这个网址转成QR Code 就是这个网址转成QR Code